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2852集 知道也是啊 黄其云皱着眉微微点头 这事急不得 等等再说吧 张凡若有所思的回复 他突破第三镜之后或许可以带来一些转机 可以带来一些机会 吃完了饭 张凡和黄其云一起回到学校 二人好久没有来学校了 唉 这学啊 算是白上了 基本上也没在学校里面待过 更没怎么上过课 二人在操场里面闲溜达 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张凡忽然说道 你比我还强点 比我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间呢 要多得多了 两人围绕操场转到第三圈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一个男声响起 篮球场那边有一个老师啊 和几个社会青天打起来了 一听这话 操场上面很多人便朝着篮球场的方向围拢 张凡和黄其云互相对视一眼 黄其云提议说 凡哥 咱也去瞧瞧 张凡点点头 二人也朝着人群聚集的方向走 到了人群跟前的时候 透过人群的缝隙 正看到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子的背影 还有三个躺在地上的社会青年 人群当中顿时便响起了 阵阵的鼓掌之声 还有喝彩声 宁然老师 好样的 老师 好样的 就是 就应该狠狠地教训这些个社会人渣 听到这话 黄其云的眉毛一挑 望向张凡 宁然老师 张凡点点头 他和宁然还是比较熟的 在这些个学生们欢呼前 张凡已经从背影 认出了这位英姿洒爽的背影的主人 就是宁然 宁然老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也不知是不是宁然听到了黄其云的话 还是心有感应 黄其云话音刚落 宁然便缓缓转过了身来 将目光投向了黄其云和张凡 在两人身上淡淡一瞥 随后又转过身去 捋了一下马尾 在欢呼声当中离开了 宁然离开不一会儿 围观学生们也都是纷纷散开 那些个饥饿如仇的学生 纷纷朝那三名社会青年的身上 吐了几口痰 范哥 你从宁然老师的身上 有发现什么特殊气息吗 没有 咱们听到三个人惨叫的时候 距离人群已经不足十米 宁然老师身上如果有气息释放 我实力若感知不到 可凭你的实力和感知力 一定可以感应到啊 这一点我也想不通啊 难不成毅然老师用的是格斗类的功夫 不是修炼了真气 他身材娇小 容纳不了太多肌肉 肌肉少 便释放不出太多力量 如果仅仅是使用格斗类的功夫 也不可能给三个人造成太多的伤害的 听到张帆的分析 黄晴云略做思索后点点头 也是啊 他也太娇小了 范哥 那你从他的面向里 有没有看出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还和上次一样 从他面向里面没有任何的奇怪 可是总感觉 他的面向里 似乎是故意隐藏了什么 嗯 这依然老师怎么忽然变得这么神秘呢 黄晴云挠着脑袋 张帆也没切话 说道 我要回去休息了 你是和我一起回家还是去别处啊 我也回家 两人在学校门口位置分开 张帆刚到家门口 便看到一道倩影 一边按着门铃 一边往院子里面看呢 张帆按了一下车喇叭 那倩影便迅速转身 把目光投向了张帆的车子 这下子 张帆看清楚了这道倩影的模样 正是江区的西林 很快 张帆的车子便在西林面前停下 张先生 清早打电话的时候 你不是还说你有事情 要一周才能回来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怕你一周以后有事 所以我就直接飞过来了 你别说 一周以后我还真有可能有事 张帆一边开门一边回复 如果张帆决定要参与那个一百根龙须草的奖励任务 那还真有可能没时间和西林见面 里面请吧 张帆做了个请的手势 二人在客厅落座 张帆给西林沏了杯茶 开门见山地问 有什么事情 就说吧 想邀请你加入我们 加入你们 你们什么势力啊 这个暂时不能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你们是什么势力 我怎么加入啊 另外 我并不想加入任何势力 张元大师是你爷爷 我们这个组织跟你爷爷 或者说你的家族有共同的敌人 加入我们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西林希望可以以此来撬动张帆的心 可张帆眉毛一条 在西林身上打亮一眼 你指的咱们的共同敌人 又是谁呢 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时候 你现在还未突破到第三境 所以 现在还没有人注意到你 你突破到第三境之后 必定会引起他人注意 他们会跟你使绊子 甚至威胁到你的生命 你爷爷和奶奶不在你身边 你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庇佩佑你 你说的这些或许是真的 可问具体情况的时候 你又不肯说 在现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之下 我不可能加入你们 请回吧 我说的这些就是真的 好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可是天底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们好心地庇佑我 不可能没有任何的索取 我这个人呢 不愿意受别人摆布 我宁可别人给我使绊子 让我搭上性命 所以 你也不用白费唇舌 浪费时间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